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亲爱的宝宝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这个 英雄联盟的第一视角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英雄呢 就是赏金猎人 女将人生好运气 这个女将的英雄还是很猛的 琼琼 先给大家说一下加点吧 我加点很 是主票 付罚不了 一技能呢 我会选择六级最后再加 因为前期的话 那个一技能非常耗玩 而且伤害不足 用点减速的话 现在这个版本 说实话 你主动上一刻 我感觉不太好 等着你的幅度上去卖命 然后你再上 然后这个减速 我感觉 个人感觉 就是效果不太好 个人喜好问题吧 然后就六级之后 反正有大招的时候 配个大招一起放 效果会比较好 在时候 我们平整被兜了 其实飞过来了 其实琴琼这个虚弱上的没必要 其实已经准备撤退了 这其实还是不错的 车点我一下 然后进了草丛音乐 音乐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看这个维路斯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两个根本就打不过他们两个 这个在操作没关系 我操作还是可以的 是不是 这个蛮王来了 马上被操作了虚弱 我感觉 其实没什么机会了 这个二级的蛮王 刚才说这个下路组合的问题 垂直这个服务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的强 在别的服务 就是说垂直这个服务 基本是飞班必选吧 所以我感觉垂直这个服务 真的是挺厉害的 镜头弓吹脚手 而且打野来杠杠的时候 然后你往自己的身后很远的地方跨一个当中 然后把野杰杰飞过来 非常厉害 然后维路斯呢 就一个限量耗血能力非常强 而且最拼起来也是有一定实力的这样一个英雄 所以我和索纳我两个可能就以后血为主啊 因为索纳毕竟有一个那个回复能力 有一个加血 达得个加血 还可以就是稍微消耗一点 但是硬拼大家可以看到了 基本是拼不过的 6级之后有大招可以尝试着拼一下 这个前击浩浩绝 然后走 这时候在那儿瞎子过来了 直接飞过来 就一个闪现 我被直接勾到哪个人要死的 我还能不能换掉这个维路斯 维路斯也是有工作 那我是在别难逃的 这个 刚才也是被出一次勾到了 算一个失误吧 哎 我现在回家什么也出不了 干脆再出一把斗篮剑 增加一下最拼的实力 因为这个看出来了 对面下路两个人非常喜欢硬拼 那我就买一把斗篮剑 斗篮剑前期去拼的时候 还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道具 有稀绝有生命值 然后有攻击力 非常不错这个道具 这时候对面瞎子去拿篮 我给我们中路发了信号 但是应该是没什么用啊 因为他也不敢过去 总是新手 但这场可以看到 对面是有狗头 有狗头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破玩的存在 太鬼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他 还好我们上路的那个角幕 干掉了对面的剑圣 而狗头这个东西 说实话的 如果在一个团战中 可以完全让你 在一次团战中 一半的时间是打不是输出的 但是对女伤来说 就不一样了 你看这一场的话 对面是狗头 我就可以考虑 我不出攻速装 出银雪 然后黑切青鱼 我打的就是一个大招的爆发 因为有狗头嘛 他给你创个那个 W叫什么枯萎啊 就是枯萎 应该是这么一个技能 然后你根本是点不出来的 即使我有W加工处 也是几乎是点不出来的 更别说黑切青鱼了 这基本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可能会考虑 一会直接出一些 清语或跟接什么 这时候我看中路 哎 我这个 这个 看见能不能收到 爆打人头啊 助攻什么的 狗头往那个方向走 看能会不会绕F4 那个道路绕回来 那算了算了 那这个 可能是要送他了 我没有什么机会了 我还是回去安心补刀 啊 果然 可能是送他了 小帆区 这女将的英雄其实很厉害啊 呃 就是我当 当年 想当年 我刚玩英雄联盟的时候 呃 第一个 就是喜欢的英雄 就是女将 因为很帅啊 当时 应该是S2的时候吧 那小孩还不知道什么是S2 S3的 就是玩嘛 跟同学一起玩 然后 你看 这个英雄到底好帅啊 就哈哈哈哈一顿在笑 然后呢 那个 子大喷出去特别帅 特别爽 但是感觉没什么伤害 那个时候 呃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就不同了 以前伤害 以前大招的伤害已经非常的高了 但是现在看到现在换血 还是不怎么换得过 但是 就是 我们一说 有力地形 啊 就是 边打边退吧 这时候小瑞过来了 说啊 等下还能够 啊 这时候追一下这个锤鞋 小瑞也是没有什么蓝了 这个锤鞋 勾了一下 哎 哎 哎 打不到打不到 如果再A一下 我 如果能A到那一下 我就会 太多死了 应该A一下 一Q一下 小瑞再A一下他就死了 我 我的塔 应该是打我两下 应该死不了 还有 索娜的一口夹起 应该是死不了 但是刚才没A空那一下 就是 上路被干涵了 麻烦咱们过去收饿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做好自己的扶刀 然后把线压在这里 不要把线推过去 如果你把线推过去的话 对面维守斯复活之后 正好是一波线 来塔下 然后他可以 安心的一个个补掉 你这样的话 呃 就可以让对面的小薰 多吃一点 凌家小薰 然后微博夫妇 都少一点补到 这个小技巧啊 大家可以 自己去体会一下 用一下 毕竟应该是这个游戏吧 还是这个 呃 就是这个游戏吧 很多游戏都是 就是一点一点的 小技巧 小细节方面 看出你是 一个会玩的人 还是一个不会玩的 是娱乐的选手 就是我们做好自己的博 然后回家 准备出一下装备 一千块钱 准备出一个西约的全杖 然后可以补蓝灰雪药 就是这边的这个 还是很猛啊 出一点自己能去航的东西 呃 大家可以刚才也看到了 这场比赛是一场 呃 排队赛 颜色不高 大概是白金 呃 白银到黄金 呃 白银到黄金 白银到黄金 这个 正位的一场排队赛 呃 也水平 也还还可以吧 呃 没有 就是大家说的啊 虐菜啊 都演员了 这个那个的 啊 我感觉我还不至于那样 我一个娱乐的解说 是不是 这个 全路视频自己开心的 这时候下路 一大部分是 咱 刚刚才说的 如果维主斯卡这一波瓶的话 可能我吃不到 这么多瓶的经验 在刚才他一直在推 一直在推 然后我 我回来的时候正好一波瓶 比如索纳被勾了 索纳一个闪现到卡架 维主斯 空那 这个维主斯很逗 索纳一个闪现 这个阶段还是亮的 呃 随时一高 他一个闪现阶 把随时带到团架来了 然后 维主斯一个大招 就放空了 刚才如果是 他头那么闪的话 呃 应该直接就是 直接就阵亡了 维主斯比较大的话 他就死了 所以我们要 都要补刀 这时候 哎 就是我被勾了 但不要慌 先不要慌 我看反正 反正给个大 应该是把这个 阶段打死 然后看见维主斯有没有机会 所以维主斯可以追一下 因为我这个 大部流行效果马上就出来了 所以我已经出了大部流行效果 所以我可以追一下 跳 他就拿走 然后A 他有减速 还能闪现A 好了 他就有一招孔 那就 就是这边虾子来了 就贴了我 可能我要死了 他对面能不能换掉这个 这个维主斯 还是没换掉呢 刚才那个虾子溢了的时候 我在草籠里 他是有我的视野 突然 原来可以换掉他们 应该下路可以 一个小劣势 不是 小劣势 劣势 也不是很大 大家可以接着来看这个视频 呃 我们中 中 独断哪nent有的 这个蛮王 像个怒气灰穴 好吗 他还挺好 因为大家那数码了 那箱子能不能搞死了 还好 还好 还有箱子能不能搞死了 这个是在出床嘛 出床又会大家说过啦 这个 这张不是太多用了 AC10回前上 1-2-2-2-1 回到一个塔下刀 塔下刀一定要补好 就是一个基本的我的 基本功这时候对妈呀虾又来了 下路是你大了吗 你来这么多这时候只能边边打边走 找往自规的位置 虾本居虾现在去最早值 还有这两个人交换 还好 就是蠻往水上过来了 但我可以留下这个水纸 踢他 and run 没有人头 没关系 拿到了三个助攻 这时候我家的这个传送啊 也是看出来这个优势了 这支援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打起来这边直接传过来了 这个一个船队的支援速度 所以说决定了 这个局部传战的一个胜术 你能把刀火吗 就是这边的狗头是下来了 我一点看狗头的装备了 好好好 你竟然不出肉你个傻子 这个 不出肉的狗头不是小狗头 先出了这个大被壳 应该是也是有一定考虑 但是我感觉他先出大药袋 可能会好一点出一个被壳 你前期的血量和和双胖 的话如果我选的话可能会选到一个血量 这时候我找我们心里面来查一个 河道眼不然我是不敢过去捕这波冰的 这边的人在 都溺死了已经 我们的 九日我现在不是特别想过去 但是我们九日的状态 我们已经无地医势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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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偷篮 他不自己外面放个眼再偷篮 没办法 他好像是放眼了放眼了你才能不能装 那你太刺了 这时候看看 哎呀 这时候 这区把我们的反攻研发了 这怎么办 你们瞎子进来了 瞎子你当我看不到吗 那里面是有我小兵啊 这我们慢慢过来反对 看一波三分三 走着在推动法 但我们不要管 下路三分三边打 看能不能打 这时候这区勾我没做到 有分意 然后这儿给个W 啊 马王没想上 啊 不上你不上了 马王急着在里面蹲 没问题 这个时候 马王 马王 给了D 上去了 现在三个人 我这时候 开起来大招 好 我可以提前太大 我可以提前太大 但是我可以提前不浪了 这不可能是够跳了 因为我们下 我们的马王上11不是特别好 11 但是我们俩可能把握了这边这边 这一波 太伤了 威鲁斯拿到一个三伤 其实说实话 这个 刚才在我们塔架的时候 马王上就上了 在这个位置的话 这边瞎子在来的话 说实话不应该再上 因为 对冰起来 琴女的对劈能力 还 还是挺弱的 刚才琴女好像还没有大 不应该大呀 这些我看能不能复养 我才先把这银血憋出来吧 我这银血憋不出来 一辈子打过来 我这银血憋不出来 这个是拿到双buff 这比较难打了 这个是现在刚才拿了一个三下双 我非常的好了 你有一双 这是他们应该是在打小龙 我发现像给我的队友一起过来打小龙 可以看能不能结他们一波 看能不能潜到这个小龙 我发现 已经 已经 已经打完了 打完了又撤吧 这个 这银血 哇 这个银血 你这个大招我看不懂啊 这个狗狗在追着我 我没办法我只能pdndrun你了 这你追我 那你不追哦 哎 pdndrun你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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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死的 好的 这时候 我们的队友也死了 但是我只能撤了没办法 我这时候看瞎子 瞎子 瞎子q我我直接闪现 看q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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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我 q好得我闪现 走到这个q 一个自信的q 这时候我给陈敏尔 陈敏尔 刚才被维路斯大盗 一发穿厌阶手子 我这时候 啊瞎子 瞎子没有q到我 还好 你确定能打到我吗 召唤区 那我这个 这个塔 我还是想守一下 因为 这个这波 如果不想忘了塔就掉了 就我看他维路斯 266 这个瞎子来了 一个q飞了我 这个时候 啊 好吧 我已经打不过他了 其实刚才如果反应坏的话 其实反应有大的话 可能会 可能会啊 有一点小友的机会 会把这个瞎子换掉 但说实话 我刚才的情景感觉大 我真是看不懂啊 你这样打的话 维路斯的装备 我怎么看他就舒服了 所以狗刀 我们的节目开大 开大也没办法 还好准备回来了 但还好 那时候我想留路呢 我没有输出啊 你怎么留他啊 哎 这个有的时候跟 没问题 辅助的这个时候 看你说不到位啊 不是 去到沟通吗 这个游戏的这个 原 嗯 你说呢 还是这个 沟通比较少 不像别的游戏啊 那种 现在就要开语言 那种 打这种团队竞技游戏 还是得开上语言 哎 我们看一下 微博之后出来说 带什么装备吧 我应该一把 破败是最少的了吧 破败可能会多一个黄沙 我才一个吸血稿 这个随时出来了 这个冰箱在后面 这个随时 随时 你搞笑了吧 这个地方你扣大也没用了 所以一个大哥看死了 谁姐 啊 维俗斯的装备 看见 我没有什么消费的欲望了 因为我现在单打他们 就打不过他 不用单打 我和情侣两个人 可能都打不过他一个 破败黄叉 恐怖血两个多了 这个 他只能用恐怖来行 别待自满 我们情侣三个人 算了不过去 他必死了 这时候大家看到这个 神灵 没乱法 我拉他过 哎 好 这个 小贝尔这一套帘 还可以啊 挺好的一套帘 你才带走了 QR过去 然后开W一个E 然后再一个R 直接收掉这边 看我能够守一下这个下塔 下塔 下塔 下塔不能带他们破了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不应该能预防杀我吧 你虾子到哪儿已经过了 不能帮我去 就是 就是虾子 虾子你是在卖萌吗 我们可是有 有权数点 但是就是 最后一个票 抓到了虾子 就不是我追踪 对打 这 呃 我 不是刚刚打得过来了 但是我情侣来了 我就怕你了 你的状态 啊 还是比我好 能不能有机会做掉你 让你逍遥 让你来点的人 啊 我们接着往前推 首先 对方维股斯还没走 行李在这里勾演 我的蓝不多 我会让一下 我让一下 谁也不多 行李吃一波技能 行李给他大招 给他虚弱 这个大招给虚弱给虫了 但是 但是维股斯一直在致力于打 维股斯闪现过的A小别 大家看到了 哎 这个维股斯 让你浪 让你浪 闪现A小兵 你真厉害 你真猛 你是有多猛 这我们琴女儿 他还用生命在表演啊 卡了一个视野 维股斯没有A出最后一下 这时候我是上他浪呢 维股斯的破多了500块钱 我回家出一把我的 引许件 终于是把引许件做出来了 这个15比21的人头比 这个15比21的人头比 翻盘 看能不能翻盘吧 下一条我准备做一个黑蟹 我先去一个盘跑都可以 因为我是感觉到 打成完狗头给我一个大招 这个对我的造成的一个 冲突的影响太大了 没办法 在进去 所以 只能选择这样了 看能不能翻盘 这个 这个 我明年都打着还挺常态 尤其这个没拿着狗头 我本来是不怕你的 我先轻轻轻 往银血的藏住叠下来 不行了 维股斯又回来了 哎哎没过到 哎 哎 大家看这个大招的伤害 就是 这行李包子 我先往后跑,然后D站2点击机身上飞上局点子了 这把箱子还在给给到,两枪,再一枪,就点子这箱子 然后我们全部虽然死掉了,我也没关系 我们后排还是保留了下来 我拿到这一波收杀,大家看到D站2号 就是普通的狗喊非常重要 刚才如果不狗喊的话,他们肯定两个人我都收不下了 正如说狗头还在这里跟我闹 那对不起,那我一定要杀掉你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走卡非常重要 我已经用走卡,所有次换你,而且反下对手 大家可以回去练了这个走卡 很多这个解说都在视频上交过这个走卡 我也就过得太细数了吧 大家可以这时候 打到眼后压了,因为蓝布太多 因为现在不太好吧 这时候还不好说,不是冲塔 这什么冲塔毁一声 然后什么烂千八糟的那些 大家应该也都听过 所以我们蓝布刷新了 对面可能是要过来打 就是维武斯随时这个走位,我们脚越还在那里 我考虑回来,但是我感觉可以打,对面有点浪了 就是脚越一条人,直接奔维武斯巨好的 怎么老也跳过来,其实就是卡维武斯 好,我在下面出去这个随局 哎呦,这个轻尼尔 轻尼尔 轻尼尔这个大,是要全人同吗? 大家也看到我已经 这就是一个翻盘的节奏 棉头比也要,也是让我们打到21比22 下一个我准备先出一个鸡腿 然后出一个 先出这个玩意,买一个十字枣也买 能买这个十字枣,但是 玩意儿先做这个,也没有蛮王嘛 看,马王算一为二 看,小月尽量只能变现 小月这个力也冲慢了 马王开出大小的月,有些一定要死了 还换掉了一个,小月 他就是能不能收割的现象 妖老的宝贝,躲过了小月的一个性 我看一个大招能不能收掉他 好吧,没处断 有点受哀了 刚才这个蛮王下去不明智 小龙都已经没了,你就不要再下去了 如果有小龙的话,你下去把小龙收掉的话 还可以 你没有小龙的话,不要这样 现在我们上路 大家看对面的威努斯 单杀我们上单 你看,又怎么着 威努斯装备起来了,很厉害 单杀 但是没关系啊,我已经抓到赖了 我的装备也就是慢慢的起来了 后期女性打团一个大招 要比威努斯的大招 在实际上更直观一点 因为威努斯的大招是一种团队控制型的大招 而女将是一种团队爆发型的大招 配合我们脚队先手留人的话 在其女后手接大 我再接一个大的话 对面 可以说基本就是一个团面的节奏 所以如果稍后换一下我的队友来守一下这个中塔 因为这个中塔的这个作用 大家可以这么看吧 中塔如果没人家也狙击回去 就是都是对面的 所以大家可以这么想 但是对面要想打 我们只有凡个人应该是守不了这个塔 所以我们可以守一下这个二塔 所以看还是应该是要追一下这个塔 所以我们可以守一下 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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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没有那些果头 就去帮我来 但是我有队友 我不怕我还是低下那种了 这个屏幕就靠大家 但是 我们的角度和蛮王切掉了他们的后排 这个团队也是我们打赢了 这个前面浪 现在不好的情况 前面才有 而且还少一个变相 就是 顺风比例浪 所以在满天我们把人头比较关键 这个家子还在这里浪 你看 一会儿直接干掉你 前面直接跌大 好的我接一个大招 看这个虾子 毫不 有意的喷 现在我们已经反超了 一分反超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翻盘 现在这个街上在这里 我看能不能堵到他 街上我看有没有机会 街上我看有没有机会 街上应该残到哪个小宗里回城了 我不是 我不是特别敢进去啊 街上直接两刀过鞋子 我就不追的了 把这个线收得最好 然后街上在那里 小街上已经出现他的身影 我觉得我们大王一向彈到他的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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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小月也是表示了无奈啊 你电影 你太天真了啊电影 这只电影太天真了 我们四个人站在这里 你敢冲进来 我给节目发一号 撤啊呀大哥 这里不算我没办法管你了 我保一下我的弧度算了 你去死吧 这个 这个节目有刚才有两次的 这个抽脚鬼大家看看呢 就是挡那个节目的 挡随随的勾子还 还挺好看这个节目让你浪 say goodbye 徒佑 再见来不及握手一去死吧 让你浪 哎 真是没办法呢 只有愿意浪我不能陪他一起死啊 就是我们帮忙的上带线 但是非常危险啊 对方人已经笨上不去了 我这时候也是赶紧的回家 告诫一下我这有别浪啊 软一点这些 几分 还是只是领先了一点点啊 就是我做出我的青鱼 你有一双 银雪黑鞋加青鱼啊 他的大招伤害非常的高 就是我们的脚院Q 对方有点怪 然后挖过来 逃跑 这时候在那有可能在打小龙 我们已经尝试抓一下 但是我们在里面没有视野 那妈妈咱们转一下 妈妈在等我们 哎 这样没得打 那这个是小龙免费的小龙 我们应该收着呢 那妈 上路和我有死在哪里 所以 我们可以搞出一些小事情 把中国的限制上去 然后中国逼他们一拨团 打反正现在他基本是 只要我们有大招 他们是把握我们的 就是不给他们机会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这种一定不能让 不能给最后任何翻盘的几个 如果被翻盘的话 这个 很丢人的啊 对不对 最后一定会叫嚣 还有就是我们的 这是 这蛮王已经上去EV2了 这就是被放风 那放到死的节奏 大家可以看到 这时候行者 一个极限的大招 一个大招 快乐下去 随时被套个虚弱 但是我可以追死他俩 因为有红霸服 好的 随时连死人先勾住了我 现在火头是过来的 我 我在人可能 战队输出不怕了 今天开了光队 好 我们 先射一下 那是Q 雷尔斯 你这个大招 很性感的啊 原来这边虾子在这 小月刚才闪现Q 大家看到 我现在闪现杀雷尔斯 好的 我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速度非常的高 然后配我的红霸服 那时候 那虾子还来 你太天才了 孩子 我只能说你太天才了 这个 这个就不追了 谢盛 我们三个盘 你敢过来吗 你敢过来吗 你先敢过来 那你完了 一个 好吧 那你 你要既然想带走我们的情侣 那我没办法 那我只能把你留下了 对不对 给我们的情侣 爆头 我们推掉了城路高地 可以先 先回首一下 这个蓝帽子玩给小瑞打吧 虽然我也很自然 但是小瑞拿蓝帽子 效果比我大 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小瑞实际非常高 好几次都是他干嘛 我两个人 把对面后白切的七个瓦落的 而我们只有 把对面前排打爆了就可以了 我们一定要 这种 没问题 有一点小优势的时候 就是跟他们打团战 因为我们这个阵容 就是一个团战的优势 大家就看到 我现在装备出了一个 BF大剑 因为我 我还是没有选择出攻速 还是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可能一次团战中 根本没有机会平A 所以打的就是一个大招的爆发 就是我们的 爵木和猫猫 两个人去浪了 他俩应该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人呐 他俩这样冒然的前进的话 就不会正在抓到的 是爵木 来人了 害不走 爵木害不走 爵木 爵木 为什么爵木太浪了 没办法 但是被爵士抖了 他应该死了 我救一下我们猫猫 能不能进 马上回车准备告上 我感觉这个 你没法打呀 这个 这时候维瑞兰斯给我一个大招 我看能不能 维瑞兰斯坏掉 好 我们脚肉过来烧了两个人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才一个大招的伤害 打了维瑞兰斯 成敦的伤害 一格一格掉 啊不是一格一格掉 是好几格好几格一起掉 对不起啊对不起 这个维瑞兰斯要适当的批评一下我的队友 这个 他俩这个太浪了 刚才那一波如果不是我们支援的坏的话 被抓死两个人 可能就是直接中路逼高地 或者直接人打大龙的节奏了 啊我们 还是阵容的优势吧 比他们要大很多 有我们脚肉 我们脚肉 上路 看他们留住这个电影 去玩 撑回来 啊好的 脚肉的装备慢慢起来了 这个 中压 然后深渊 再往大帽子 伤害已经挺高的了 这边 逗逼这个节目还说 这下干死他们 干个半的你 二为五啊 你俩很猛啊 这边要打大龙 我们果然要标记了大龙 我觉得不应该打大龙啊 大龙毁一生了 对不对 我们优势还不是很大 我们应该推塔呀 等我打完红 再推塔 我们节目一切就打大龙 这个大龙绝对不能打 绝对不能打 这边的人已经在中路集结的 应该是有眼的 那个附近 应该等我打完红再去 真不错 我先把红buff打 但是我队友还在那集结 我必须拿这个红buff 不拿回这部团没办法的 等一下 我等一下 我一直在给他们发确定信号 我们队友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还可以啊 小日勾到 可能勾到他们的后排 我这个队友 给射一个道 你们还有三个人 我队友 给射一个道 来 看这个道 成真的伤害 直接残死 残死 对面两个人 对面 还在这里 来来来 少年 求风火 求风火 一击穿一面 射掉了我们 召戏 不是 蛮王 听见我的红buff 地弹 直接点死 六次 别太自满 这一波应该是可以直接激积了 维苏斯 我让你浪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浪的后果就是这样的 刚才那一波如果没有那个红buff的话 刚才可能我就留下这个维苏斯可能还会还会有一波 这样应该是直接激积了 哈喽 视频到这里应该是结束了 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 还我来火火 第一视角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